小秦,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发发善心,拿三十万给我儿子治病吧,他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钱婆婆,你有没有搞错?你儿子和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虽然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但现在他也是别人的丈夫了,你不去找他的老婆,却跑来找我,我可帮不了他。 而媳妇,我要是能要到他老婆的钱,我早就去找他要了,我听说你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你就找他要点钱帮帮我儿子,让他渡过这道难关吧。 是啊,而媳妇,当初我们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对的地方,还请你原谅,今天我就向你郑重地道歉,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就别记恨我们了。 钱公公,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让我忘记,你说的可真轻巧,你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我永远不会忘记,寒冬赖月的,我刚生完孩子,还没有出月子,你们一家人是怎么联合起来欺负我的? 说我生了个赔钱货,大冬天的我穿着秋衣秋裤就被你们赶了出来,这一幕就像一把刀刺在我的心上,你让我怎么原谅? 嫂子,不管我哥犯了什么错,他也是你孩子的父亲,毕竟夫妻一场,你就帮帮他吧。 钱小姑子,我已经不是你的嫂子了,当初你可没少在你哥面前煽风点火吧? 更何况,你哥根本不配为人父,他在我心里已经死了,当初他把我们赶出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他是老公他是父亲呢? 现在出了事,就想起来我这个前妻了,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你们还是从哪来回来去吧,我家不欢迎你们。 儿媳妇,不要赶我们走啊,在我们心里,可一直把你当儿媳妇看待的,其实我们这次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和小语能够重归于好的,我儿子小语长得帅,又那么能干,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是啊,嫂子,我妈说的对,其实我哥这些年心里一直有你。 你们说这些也太可笑了吧,什么叫把握机会? 你们家分明就是个火炕,我现在过得好好的,又何必因为这样的人渣回头呢? 以前那些苦日子,我不想再吃了。 儿媳妇,看来我还是和你说实话吧,当初发生的事不能全部归咎于我儿子,她也是被那个女人迷惑了,被她的甜言蜜语给骗了,现在她后悔了,也和那个女人分手了。 是啊,儿媳妇,小语现在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地念叨你,一心只想和你复婚,陪着你和孩子过好小日子,但你也知道,她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她怕你不同意,所以一直不敢向你解释,她还是很顾及你的。 嫂子,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爸妈说的都是实话,我鸽子从出世后一直不停地呼唤着你的名字,她真的很惦惊。 你们说这些话也不觉得恶心,我可不敢奢望她惦记我,就算她想和我复婚,也是因为她遇到了麻烦,想让我帮她擦屁股而已,这点伎俩想糊弄谁呢? 当初她无情地把我赶出去的时候,我的心已经死了,如今凭什么想让我同意复合? 而媳妇,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太惨了,只能怪我们当初识人不清,才让那个女人进了我们家门,自从那个女人来到我们家之后,就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后来小雨提出离婚,没想到,那个女人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走了,我们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 我没听错吧,你们不是都很有能力吗?为什么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都对付不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们当初千方百计逼我离婚时的场景呢? 而媳妇,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现在你应该大度一点向前看,如果这次你愿意拿钱救我儿子,等她出院后,我会立即让她和你办理复婚手续的。 你说这话,搞得好像是我要复婚一样,我告诉你,想都别想,当初你儿子为了跟我离婚,时不时的找我麻烦,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动手打我,你们做公婆都不当不制止,还要火上浇油,像你们这样不明事理的一家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一切。 好儿媳妇,妈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疼你,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当时我女儿感冒发烧,一直哭,你们假装没听见,寒冬爱月的,把我们母女俩赶出家门,连一件厚衣服都不给我们。 我刚嫁入你们家的时候,你就看我不顺眼,处处针对我,我当时也比较单纯,天真的以为只要我和你儿子感情好,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好。 我一直试图改变自己,努力融入你们这个家庭,全心全意地伺候你们,哪怕怀孕期间,我也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可最终我得到了什么呢? 儿媳妇,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你是嫁到我们家的媳妇,伺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吗?难不成你还想让我们公婆来伺候你吗? 你明明知道你儿子外面有人,非但不制止,还帮他一起隐瞒,甚至往我身上泼脏水。 儿媳妇,我承认这点我们对不起你,当初我们也是被那个女人的花言乔语给骗了,她说她会给我儿子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好工作,婚后会给我们买一栋大房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们就信以为真了。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们,像她那样年轻漂亮,又能赚钱的女人,怎么可能会看上你的儿子? 也许是看上我儿子高大帅气吧,当时你要是多提醒我们一下就好了。 你们那个时候哪能听得进去,以为我就是想赖着不走讨好你们? 现在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我保证以后全听你的,你说了算。 别说这些了,我已经和你们没关系了,总之我不会拿钱的,现在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她对我很好。 嫂子,我们家永远与你联系在一起,因为你女儿的父亲是我哥,血缘关系是哥不断的,这辈子你休想摆脱我们。 儿媳妇,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错,妈在这里向你道歉,求你帮帮我儿子吧。 现在你愿意这样求我,只是因为你的儿子需要帮助,想当年我妈生病住院,我想回娘家看她,但你怕我回去花钱,死活都不让我回去,是你害我没能见上我妈最后一面,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哪知道你妈这么快就走了,就这么一件小事,有必要记这么久吗? 既然生死在你眼里都是小事,那就等你儿子走了再看看是不是小事吧。 你给我闭嘴,不许咒我儿子,他身体好得很,这次他一定能顺利康复的。 你们赶紧离开我家,我和你儿子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了,现在我有了新的生活,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你这个臭女人,你的心也太狠了,我一把年纪的人,在这里低三下四地求你,你还想怎么样?你现在的男朋友那么有钱,三十万对你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吗? 我男朋友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帮助一个陌生人?我家不欢迎你们,赶紧给我滚。 前婆婆一家健壮,只能无奈地离开了。 妈,我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们谈得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儿子,你老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傻了,我们轮流轰炸,对她说尽好话,但她就是不肯拿钱出来,要不还是你去找她吧,毕竟你们有过感情,说不定她一心软就同意了。 妈,你不是说我要做手术,还在医院吗?我怎么能出面? 我们只说你需要手术,没有说你得了什么病,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提,直接让她给钱就行了,要怪也只能怪她心太狠了,凭什么他们母女俩现在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却要过苦日子,我非要狠狠地讹她一笔不可。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小琴生气地走了出去,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真的没想到,你们一家人真是不要脸,为了钱什么都敢说,你就不怕你儿子真的遭到报应吗? 好吧,既然你都听到了,那就赶紧拿三十万给我们吧,不然我就天天来找你的麻烦,让你没好日子过。 你们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我不见你们什么,如果你们再来打扰我,我就报警了,不信你们就试试吧。 听到小琴要报警,钱婆婆吓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个计划行不通,只好无奈地离开了。 朋友们,对于钱婆婆一家人的做法,你怎么看?评论区聊聊。 你当着我的面装好人,却被地里说我的坏话,你妈瘫痪在床,我辛辛苦苦照顾了她三年,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的冷嘲热讽。 从现在开始,你妈你自己照顾吧。 宝宝,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你能选择辞职照顾我吗?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说你坏话? 你确实没对我说过,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对别人说过,你妹妹亲口告诉我的,所以不用解释了,你妹妹还告诉我,我在你心里一文不值,如果不是我能照顾你妈,省了顾保姆的钱,我早就被你扫地出门了。 她这是胡说八道,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妹妹说话一向不经过大脑,你不能相信她说的话。 正因为你妹妹说话不经大脑思考,所以她脱口而出的话才最可信,要不是她为了气我才对我说这些话,我可能还在给你妈擦屎喝尿呢,我简直就是个傻瓜。 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老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妹妹说的话都是子虚无有的,她这么说只是故意让你生气,你别被她骗了,她一定是在撒谎。 是你在骗我吧?我很清楚你妹妹是否在说谎,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这些年来,我辛苦照顾你瘫痪的母亲,每天为她准备吃的喝的,你妈大小便失禁,我不得不忍受恶心给她换衣服,清理被褥,我做的这些,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你整天在背后说我话话,你还有良心吗? 老婆,你冷静点,现在你是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也不信,等一下我找我妹妹问个清楚,让她给你道歉。 挂了电话,小雨直接找到了妹妹。 小妹,你和你嫂子吵架就吵架,你对她说那些话干什么? 这些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过,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告诉别人的吗? 现在,你怎么直接告诉你嫂子了? 哥,我嫂子太气人了,我今天让她帮我取快递,但她就是不愿意,我一生气就开始和她吵架,为了刺激她,我告诉了她你对我说的话,她听到后脸都气绿了,要不是你说的那些话,我还吵不过她了。 你有手有脚,干嘛不自己去取快递?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嫂子去取呢? 你就算生气,也不能把我说你嫂子的坏话告诉她,你这不是害我吗? 我要和闺蜜去看电影,没时间去取快递,就想着让嫂子帮我取,但她不愿意去,我能不生气吗? 你忘了你嫂子还要照顾咱妈吗?她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白天还要做各种家务,她哪有时间帮你取快递? 她晚上睡不好,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让她睡不好的,她就算白天做家务很忙,就不能抽出点时间帮我取快递吗?她以为能照顾咱妈就很了不起吗? 你嫂子要24小时照顾咱妈,她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还要做家务,她肯定是一有时间就想睡一会儿的,你整天让她帮你取快递,快递还这么多,她肯定不愿意 有这样的嫂子吗?让她帮点小忙都不愿意,快递站就在楼下,只要拿回来就可以了,又不会耽误她当火,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你平时在网上买那么多东西,快递又不是一次全部拿来,你一会一个快递的让她去拿,你哪有时间做其他事? 你还是不是我亲哥啊?怎么为了外人跟我吵架? 你还好意思说我跟你吵架,现在我想打你的心都有了,你和你嫂子吵架,干嘛把我说她的坏话告诉她? 说你嫂子是个便宜货不值钱,就是个免费保姆,现在你嫂子离家说走了,咱妈她也不管了,现在你说怎么办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你不是说嫂子没本事,平时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你咳嗽一声,她都会害怕得不行,像我嫂子这样的人还敢跟你绕挑子? 敢离家出走吗?况且,这些话确实是你说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知道也是迟早的事 你是不是脑子溅水了?就算是我说了,你也不能直接告诉你嫂子,我在她面前有些地位是没错,但也有吹牛的成分,你对她说这些话,她能不生气吗? 你简直是害我啊,现在还有挽回的空间,你赶紧打电话给你嫂子道歉,就说你这样说,就是故意气她的,我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你组织一下语音,不要说漏线了,要是你嫂子不回来,咱妈就没人照顾了 我才不会道歉,我一向瞧不起我嫂子,现在叫我给她道歉,不是让我丢脸吗?嫂子离家出走,是你自家的事,你自己处理吧 如果你不道歉,那咱妈就由你来照顾吧 那怎么可以,我每天都要上班,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我工作太累了,还想好好休息呢,我可照顾不了咱妈 你现在知道没时间,知道累了,我的工作不也是这样吗?有时我要出差一整个月,在家也待不了几天,如果你不把你嫂子劝回来,咱妈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了 哥,我们可以家妈送到养老院,或者请一个护工来照顾她,这不都是办法吗? 没有必要向这个女人低头,总之我不会向她道歉,我之前说的话太难听了,如果我向她道歉的话,我的脸往哪里隔? 你说的轻松,请一个护工至少需要八千元,你有那么多钱吗? 更何况,像咱妈这样瘫痪在床的人,请护工就更贵了,起码也要一万起步 况且,就算你给别人一万,人家还不愿意占,像咱妈这样大小便失禁,除了吃喝之外,还要清洗床单被子,大多数人都受不了 就算真有人愿意做,这一万块谁来说? 实在不行,我们每人一半,你付五千,我付五千 那怎么可以?我每个月就五千块工资,平时还要在网上购物,五千块根本不够花 我的信用卡还欠着三千呢,要我拿五千块,不是为难我吗? 看来咱妈还得让嫂子照顾,哥,你就说服我嫂子回来吧 你说得轻松,你把我说她的坏话都告诉了她,现在她很生我的气,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听起来很坚决,我现在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向她道歉,告诉她你对她说的一切都是你编的,我根本不知情 那好吧,我现在打电话给她道歉 于是妹妹打电话给嫂子 嫂子,对不起,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编出来的,只是为了惹恼你 事实上,我哥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他一点都不知情 刚才我哥骂了我一顿,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哥其实很爱你的,你对他来说很重要,你离家出走,我们都很担心你 你哥这么着急找我是什么原因,我很清楚,他不就是怕你妈没人照顾,请护工还要额外花钱吗? 我照顾你妈三年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有多辛苦,尤其是给你妈换洗脏衣服,正常人都难以忍受 我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吃得下饭,说我不值钱,说我是免费的保姆 这些话出自水口,我能分辨得出来,我这个人是老实,但我不傻 如果真是你对我说了这些难听的话,我反而不会那么生气,毕竟你不是我的亲妹妹 我根本不在乎,但你哥是我的丈夫,我为他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照顾他的母亲,毫无怨言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他背后的谩骂,我太不值了,我已经彻底死心了 嫂子,你太自私了吧,你就这样离开,留下这堆烂摊子,你让我们怎么办? 你要是走了,谁来照顾我妈? 你们都是他的儿女,照顾他当然是你们的责任,哪轮到我这个外人来照顾 以前我之所以愿意照顾你妈,是因为你哥是我的丈夫 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源于我和你哥之间的关系,我和你哥没关系了 我们之间的联系自然就断了,我也没有义务照顾你妈 嫂子,你就原谅我哥吧,都是我的错,都挂我嘴欠 我不会再让你帮我取快递了,我也不会再和你吵架了 你就回来吧,我妈还需要你的照顾,没有你她就活不下去了 我再也不想给你们家当牛坐马了,现在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没必要为你们付出 你们觉得生活很轻松很幸福,是因为我替你们负重前行 你们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还要在背后捅我一刀 那么不好意思,这生活的重大还是你们自己去背吧 此时,丈夫小宇接过电话 老婆,我错了,只要你能回来照顾我妈,一切都好说 从今往后,我在家里凡事都听你的,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 不要再说你爱我了,那样只会让我感到恶心 我准备回娘家了,我不可能再回去照顾你妈了 你别回娘家,你走了我妈就没人照顾了 那是你妈,你就自己去照顾吧 老婆,求求你别走,我平时没有照顾过我妈 她那些脏衣服脏裤子,我可受不了 如果实在受不了,那就请个保姆,让保姆来照顾她 你还没照顾她就已经受不了了 现在知道我有多辛苦了吧 失去我,你就后悔去吧 最终,小秦回到了娘家,并决定和小宇离婚 朋友们,你们觉得小秦的做法对吗?评论区聊聊 妈,现在我的产假结束了,我很快就要回公司上班了 你和爸能过来帮我照顾孩子吗? 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孩子,反正我们退休在家也没事可做 不过去之前,我有几个条件要说一下 如果你能同意,我们就过去 妈,你有什么条件就直接说吧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劳两口去照顾孩子 一个月的费用大概在四千左右 这四千,我给你们出一半 也就是我们出两千,剩下的两千 你每个月月出,必须按时交给我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和爸的退休金每月一万多元 这点生活费你们又不是拿不出来 你也知道,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元 平时还要给孩子买奶粉,还有尿不湿 偶尔买点化妆品,和朋友一起吃饭什么的 如果我每个月再转两千给你的话 那我真的一分都不剩了 再说了,你们只有小刚一个儿子 平时多帮我们一点也没什么吧? 干嘛计较那么多呢? 小秦,我和你公共都是讲道理的人 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和你计较太多 逢年过节的时候,你买一些礼物去看望父母 那是应该的,我可以理解 但你每个月给你父母转三千块给他们养老 这就不对了吧 我不反对你孝顺父母 但你必须分清主次,只有新小家才能候大家 你们夫妻俩每个月都入不敷出了,你居然还想着给你父母转钱 我爸妈现在年纪大了 他们都在农村,没有退休金,我给他们转点钱怎么了 况且,我又不是在家闲着,我也上班挣工资的 好吧,我也不想和你说大道理 反正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接受我的条件 我就去帮你照顾孩子 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不去 我和你公共在家里过得很舒服 每天跳广场舞,偶尔出去旅游 又何必过去给自己添补呢 我过去帮你们带孩子 按理说,你们还要给我钱花 现在我都自掏腰包给你们带孩子 你还不满意吗 如果你觉得给我两千块生活费吃亏了 那就这样好了 我每个月帮衬你们两千块 你可以去雇个保姆 妈,两千块够干什么的 现在从外面请个保姆 每个月至少六七千块 更何况外人,我也不放心 我还是希望你能过来照顾孩子 既然如此 那你答应不答应我的条件呢 妈,我们先不说生活费了 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 第二,我去了你们家 你不能把我们当作保姆一样使唤 平时你们上班的时候 我会在孩子睡了之后帮你们洗衣服 打扫卫生等等 但是周末你们休息的时候 必须帮忙照顾孩子 并分担家务 不能下班后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不帮忙做任何家务 你们要记住 我们不是保姆 你们过来不就是带大孩子 做做家务 能有多累呢 更何况你们年纪大了 多运动对身体也有好处的 再说了 等孩子睡着后 你们也可以休息呀 我和小刚每天上班都很累 下班后我们也想休息一下 一个星期只有周末可以休息 我们也想逛逛街 看看电影 和朋友聚一聚 你们也得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吧 照你这么说 你觉得带孩子很轻松 对吗 既然如此 那你干脆别上班了 你每个月工资五千块 这笔钱我给你 你就在家安心带孩子 你看怎么样 妈 那怎么可以 我有自己的事业 怎么能在家带孩子呢 再说了 你们老人家不是都喜欢小孩子吗 带孩子应该很高兴才对呀 既然你说照顾孩子又轻松又有趣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照顾呢 为什么一定要请我们过来 况且就算你们找个保姆过来 一个月还要让人家休息几天呢 更何况我们还是你的公公婆婆 说实在的 也不是我们矫情 我们老了 体力确实跟不上了 那好吧 我答应你 你还有什么条件 直接说了吧 至于第三条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那就是收敛一下你的大小姐脾气 不要动不动就跟我们甩脸色 我们是来帮你带孩子的 不是来受气的 请记住 我们是你的公公婆婆 不是你的敌人 我们过去了 只会减轻你们的压力 你也可以轻松很多 不过话说回来 我和你公公的生活方式 也难免和你们这些年轻人有些不同 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不要对我们阴阳怪气的 没问题 这点我也可以做到 以后我会尽量控制自己的脾气 还有别的吗 暂时就这些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如果你能接受我的条件 我们就去那里 否则的话 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哼 有你这样刻薄的婆婆 算我倒霉 其他条件我可以接受 但是生活费的是我一分也不出 你们手里又不是没钱 你们只有小刚一个儿子 你们的钱迟早也是我们的 现在多帮我们一点 怎么不可以 你每个月给两千块够干嘛的 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不够 钱是我的 我想给多少是我自己的事 还有 我为什么只给你两千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你自己说说 你的工资拿回家了多少 我儿子月薪九千 还清车贷房贷 基本就剩下两千多了 而你每个月五千的工资 给你娘家三千 回头又问我要生活费 你自己说说 你这样做合适吗 你也是做父母的 我爸妈把我拉扯大容易嘛 他们一辈子在家务农 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我这个做女儿的 想让他们晚年过上更好的生活 难道有错吗 我孝敬父母有错吗 更何况 我给的是我自己挣的钱 又不是你们的钱 所以你没有权利管我 如果每个家庭都像你这样 那两口子还过不过日子了 你必须要记住 你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了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 维持好自己的三口之家 等有能力了 再去帮你的娘家 你想让我多帮衬你们 还不是为了有额外的钱 去提补你娘家人 如果你还这么直离不悟的话 我以后连两千都不给你们了 你可以想办法吧 哪有像你这样欺负人的婆婆 等你儿子回来 我就和他说 到时候看你怎么和他解释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反正这是我的条件 你自己想想吧 朋友们 你们支持婆婆还是儿媳妇 评论区聊聊吧 阿姨 你给我的八万元 彩礼我已经转给你了 我想取消婚礼 我不想嫁给小刚了 小秦 你是不是觉得彩礼太低了 还是小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彩礼也是可以商量的 如果小刚做错了事 阿姨会替你做主的 阿姨 你家的彩礼确实是少了 我的前男友来找我 答应给我六十万的彩礼和一套房 我想我爱上他了 所以只能对不起小刚了 婚礼还是取消吧 小秦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别骗我了 你和小刚在一起已经五年了 我早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儿媳妇了 甚至比我的女儿还要亲 你和小刚在大学毕业前就恋爱了 你哪来的前男友 实话告诉阿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你把我们像亲生父母一样对待 像你这样的好女孩 哪怕面前有一个亿 你也不会感兴趣的 更不会说移情别恋了 阿姨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小刚的 我只能说对不起 你就当我是拜金女 移情别恋吧 好孩子 阿姨给你六十万的彩礼 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进城给你们买婚房 你看怎么样 这些都好商量 干嘛要取消婚礼呢 如果你不告诉我真相 我就问我儿子 看看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阿姨 你别去问小刚了 我现在很困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要拖累你和小刚 不管怎样 我是一个孤儿 取消婚礼后 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可是我已经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 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酒店已经订好了 婚礼场地也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取消婚礼不合适吧 阿姨 真的很对不起 小秦 你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我告诉你 但你别告诉小刚 好吗 好吧 阿姨答应你 十多年前的一场火灾 我的父母双双去世 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遇到小刚之前 我很孤独 和小刚在一起后 你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 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我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妈妈 我想做你的儿媳妇 我想叫你妈妈 我知道 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快告诉妈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妈 上个月我头晕 鼻子流血 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熬夜加班的缘故 没有认真对待 上周我又有了同样的症状 鼻血一直流 所以去医院检查 昨天的结果出来后 医生告诉我 我得了白血病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几乎昏倒了 我打听了一下 发现这个病治愈的机会很小 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心里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你们一家人 我不想拖累你们 对不起 妈 我这辈子做不成你的儿媳妇了 你们一家都是好人 我爱小刚 我不想成为她的负担 你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 她平时总是傻乎乎的为我付出 我希望她以后能找到一个好女孩 过上美好的生活 妈 你一定要为我保密 你也不希望让你儿子穷困一辈子给我看病吧 你就告诉她 我不是一个好女人 已经一亲别恋了 此时 婆婆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了 小秦从口袋里拿出银行卡递给婆婆 小秦 你为什么给我银行卡 妈 这卡里有二十万 是我这几年工作攒下来的积蓄 你就收下吧 就当我给你和公公的养老钱 我只能在下辈子成为你们的儿媳妇了 你也可以拿着这笔钱给小刚找个好媳妇 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小秦 你这个傻孩子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我必须要告诉小刚 否则他会恨我一辈子的 妈 千万不要告诉他 就算他知道了 他也无能为力 也只能伤心难过 妈 这是我离开前的最后一个要求 请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的病根本无法治愈 我可能很快就会离世 也可能会推迟几年 我真的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 也不想耽误小刚的生活 小秦 妈决定了 你活一个月 让小刚陪你一个月 你活三五年 让小刚陪你三五年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一定要记住 你背后有我们 我们怎么能让你独自忍受这一切呢 妈 你有这个想法 我已经很知足了 但是你老了 也该想想轻浮了 而不是整天照顾我这个治不好的病秧子 小秦 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我们愿意照顾你 你现在都这样了 还处处为我们着想 甚至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们 你不打算治病了吗 我查了一下 我需要化疗和骨髓移植 手术成功率不到一半 至少要花六七十万 我不打算治疗了 那怎么可以 你不是一世 怎么知道治不好 总之 我们家是不会放弃你的 你也不要放弃你自己 好孩子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会和你在一起的 你一定要坚强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能战胜病魔 小秦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们 不管花多少钱 我们都会给你治疗的 你不能放弃希望 也不能让我们失望 你不用担心吗 我这里还有钱 你在我们心里 比什么都重要 钱没了 以后还可以赚回来 如果人没了 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只要能治好你的病 就算卖掉所有的房子 我也心甘情愿 妈希望你为了小刚 为了我们 不要放弃好吗 可是我心疼你们 不忍心你们为了我而倾家荡产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们 就应该坚强起来 配合医生的治疗 我们要去省城最好的医院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和你公公从今天起 就不吃不喝 直到你答应为止 妈 好吧 我答应你 你千万不能冲动 我真的不想拖累小刚和你们 作为母亲 我什么都不怕 小刚这辈子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 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这个孩子真诚善良 懂得孝顺 妈一直很喜欢 我现在炖之机来给你补补身体 谢谢妈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我听你的话 我会配合医生好好治疗的 我真的很庆幸这辈子 能遇到你们这么好的一家人 我真的很幸福 考虑到小秦的身体状况 婆婆决定婚礼上一切从简 婚礼第二天 小刚一家就带着小秦 到省城最好的白血病医院 接受治疗 希望小秦能够战胜病魔 尽快康复 朋友们 看到婆婆的行为 你有没有被感动呢 评论区聊聊